农村酒鬼竟然得到外国老太的赏识 为他管理酒庄 卯兔也为温老五的机遇感到开心 随后收到了黄小刚的电话 兔哥 我这段时间找了一束房子 可我也拿不大准 想让你陪我去看看 这一说 卯兔不由心生感慨 都给这小子找好住的地方了 这小家伙要买房的心思 是一点也没改变 还在坚持着找房子 好 什么时间 我帮你一起去看看 那好 我现在就去跟人约时间 我就是怕你没时间 没好意思定下来 好 你定下来了就叫我 我明天下午回去 到家没多久 黄小刚就气喘吁吁地跑过来找卯兔 你跑这么快干什么 后面狗在追你 我就是怕你等急了 卯兔随后跟着黄小刚 缺牙齿去了他看好的房子 招待所的郑大姐也在 就是他帮忙介绍的 这以前住家是个盲人 在麻线场上班 现在退休了 刚好儿子在外地有出息了 怕他一人在这边有事不好照顾 就接他过去 就准备要把这边的房子卖了 在那边地方买房 卯兔点点头 只要房源没问题 以后不扯皮就好 兔哥 这儿能行吗 能行 这房子好歹也算成立 位置在这摆着 再隔个十几年 也能博个拆迁的机会 当然可以买下 听卯兔说这房子能成 黄小刚也开心 然后就是价钱的问题 大爷 给个实在价格吧 合适的话我们就要了 一千块钱 我们也是要卖了这边的房子 在孩子工作的地方 重新买个房子 这钱少了 我们也买不起那边的房子 这价格 说贵也不贵 说便宜也不便宜 在一番讨价还价后 以九百块成交 黄小刚这个无父无母的孤儿 终于在城里有了立脚之地 黄小刚 你小子买了房子 也算是城里人了 这婚姻大事 也该提上日程了吧 赶紧找个对象吧 我也想找啊 哪有那么容易 我认识的女孩 一直手都数得过来 这你要找兔哥啊 我女朋友就是兔哥 在新玉上给我介绍的 真的吗 想找对象还不简单 你试试这个新玉 你看 这上面的单身美女 一抓一大把 个顶部的漂亮 贤惠能干 大方懂事的 多多的很 照片资料都是真人认证 多大 多高 啥工作 都写得清清楚楚的 随便跳 相中了 不用加好友 直接就能聊天 还能视频 美女聊天 还都热情主动的很 都是咱一个地方的 聊得合适 直接就能见面 看来我脱单有望 下载链接给你放走下脚了 谢谢兔哥 毛兔忙完这边的事 又回到了京城家剧场 却发现有人来找麻烦 今天 必须给我一个说法 要不给个说法 老子今天一把火 这口气可真恨了 毛兔连忙迈不过去 我想问问 这是要个什么说法 一直跟这几个 小混混僵持的徐春生 看见徐毛兔到来 强绷着的身体都险些到了 毛兔 你总算回来 这一声 饱含着无限委屈 都几乎掉泪了 再一看 徐春生的脸上 明显有着几个巴掌印 显然 这是被人给打了 好长一段时间 没有跟人打过架了 可是总有人找死啊 不过这是 还不能冲动 毕竟在别人的地盘 要爸 怎么就你一人在这儿 我媳妇和他爸呢 可悲媳妇和老丈人 在这些人手中 那就投鼠即弃 你媳妇和他爸在城里 在那个外国人那边 没在这儿 听到温叶和温老五不在这儿 也没啥安全问题 毛兔勉强松了一口气 不相干的人滚开点 老子的拳头可是认不到人的 到时候挨打了 可别在这哭爹喊娘 领头的刀疤脸冲得徐毛兔嚷嚷 怎么一回事 他们非说这门口的路是他们修的 说我们天天拉家具进进出出 来来罗老头 你来跟他们说说 这外面的路是不是我修的 这路当初是对立一起修的 你就说我是不是修了的 是不是我挑的石头过来垫的这路机 可是大家都有份 你刚才也听见了 这路是我们大家修的 我们自己村的人走一走 我当然无所谓 可现在你们这外来的人 怎么可能随便走 一句话 以后想安稳稳地从这条路上走 就得给过路费 他们不要过路费 是他们的事 但我现在就得收这笔钱 你想说多少呢 早点这么懂是多好 大家就不用闹得这么难看 不多 我看你这家剧场生意还不错 天天拉货的车也不少 不说多了 一天给十块钱就行 这居然狮子大开口 一天就要十块钱 妈的 这还真以为我们这些外地人 能随便拿捏啊 硬生生地找上门来要钱 十块钱 小意思啊 不过 我得问问 刚才是谁动了手 打我要吧 对方十余个人 冲着卯兔露出挑衅的笑容 我们都动了手 撒滴 你也是想尝尝挨尔光的自卫 卯兔脚一挑 从地上提了一根木棍在手 向着刀疤脸冲过 周边师弟乔丽富也迅速出手 大掌按着左右两个小流氓的头 很冷 对乔丽富可是武术冠军 伸手了 很快就把一群痞子放倒 围观的一众村民 纷纷倒吸一口冷气 对于眼前的一幕 都是不大相信 卯兔一脚踩在刀疤脸的脸上 立声喝道 说 刚才是谁动手 打了我要吧 刀疤脸感觉 自己的肋骨都断了几根的感觉 可他还想要点脸面 这要是轻易就认输夫人 以后在村里还怎么横着走 是老子打低 又怎么样 这嚣张气焰 令卯兔更是目不可论 他脱了脚上的皮鞋 正正反反地连着抽了 刀疤脸十几下 不怎么样 你打了几巴掌 老子就十倍奉还 拿鞋底 抽你几十下 刀疤脸旁边的一个小胖子 悄悄伸手 想捡把刀在手 给卯兔来一个偷袭 却怎么拿不动刀 向上瞧了瞧 却见乔立富踩着大砍刀的刀刃 恶狠狠地盯着他 小胖子翻翻白眼 想假装晕过去 乔立富抢先一步出手 一巴掌狠狠扇在他脸上 这一下 小胖子是彻底地晕死过去 刚才打人的是我 有什么事 冲我来好了 没想到 这人还有几分的义气 不让人背锅 自己主动站出来 行 刚才 你打了我腰霸集耳光 那你自己扇自己 集耳光好了 那人犹豫一下 抬起手 想给自己集耳光 还有 耳光的响亮 这高高举起 轻轻落下这种把戏 就别在我面前耍 那人闷着头 我又开工 狠狠地给了自己 十几个大嘴巴子 好 既然你自己扇了 自己几个大嘴巴子 我也不为难你了 你刚才打我腰霸这事 以后你们别来找麻烦就行 知道了 我们保证以后 不来找麻烦了 这得到徐春生宽恕 那一伙人从地上爬起来 互相搀扶着 就准备离开 慢着 我让你们走了吗